持續要關注高宏安的博士論文案了 現在有律師解析啊 說當時的判決是因為處於程序省的階段 並沒有對高宏安的論文抄襲與否 做出彩丁 醫生湖水綠套裝 押線抵達台北地方法院 新竹市長高宏安 2022年深陷論文們爭議纏頌一年多 反而因為他告旅美教授 陳時芬加重誹謗 慘遭法院認證著作論文大篇幅抄襲 而攤開時間序 其實早在2022年10月 資策會首度新宋就曾指控高宏安 違反著作權法 不過直到今年7月 北院裁定認為資策會早在2021年10月 就察覺高宏安抄襲 直到2022年才提出侵權告訴 早已超過六個月的法定追訴期 因此判決不受理 律師親自示疑 其實當初這項判決與高宏安是否抄襲 並不衝突 原下致意當時不受理 正因訴訟程序民定法院得先審查程序 是否合法才能就實體部分進行審理 不過根據媒體曾經揭露 將高宏安論文透過學術網站比對 姑且撇除圖片表格 而不記憶光是文字 高宏安的新興那題博士論文 就與資策會論文期刊 有四千多字相同 那這再來一次也說明了 高宏安就是做賊喊抓賊的性格 那混淆視聽來欺騙這個市民 跟社會大眾 新竹市議員喊話市長 認錯別硬拗 臺北地院法官認為 高宏安明知論文確實有大幅抄襲 還告人是以司法讓批評者噤聲 畢竟誤告罪要成立 其實不容易 第一是故意明知 第二是他是捏造或者是虛構事實 第三個是他的目的是 希望對方受到刑事 或者行政的懲戒 先前才因為助理費遭重判 七年四個月 短短兩個月如今訴訟載屯敗 原本以為論文這關沒事的高宏安 卻因為另一起訴訟 被法院認證論文抄襲 記者中央報導 比方便是佳 來自我 去訪問 今日 我們